好,接著來到下一套 下一套 我們說回四天王 正常一點的動畫 我知道我們偶爾多血了 然後下一套 其實我這套挺欣賞的 新回來你介紹過 這套叫The Rolling Girls 先說一些背景資料 如果你有看這套動畫 其實裡面很多都是插曲 還有每一首的結尾 每一首插入曲 都其實是翻唱日本一隊 很舊的樂隊 即是現在已經解散了 那隊樂隊的名字叫The Blue Hearts 如果是香港人 我猜應該比較少人接觸這隊樂隊 如果唯一接觸過 就應該是 你有落開機譜 打鼓機或者吉他機系列 你才會聽過其中的兩首歌 一首就是OP 一首就是其中一個插入曲 叫Chin-Chin 這兩首應該在吉他機和鼓機上出過 才會有些印象 當然我是其中之一 所以才會留意這套動畫 知道你打鼓機我見過 就是OK 那我追問了 我不知道 我純粹當作動畫來看這套 其實它賣電就OK 使用動畫是新公司 但其實它不差 它劇本完整的 它目不回收 損損損損損損 這套是OK的 這套其實我覺得是挺推薦的 它不是一套很驚天動地的大作品 但是它最少每一節 因為它有整套動畫 這麼多集 它分了五個小故事 五個小故事中間 佈了一絲主線的復筆 最後這個結局都收得回 其實我覺得已經以動畫作品來講 尤其是今季 這麼累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套是值得推薦 值得推薦給別人看 深花力說過 最初幾位 這個世界分了兩種人 一都是不玩者 第二種就是雜宇 雜宇就是小兵 其實就是大將與小兵 大將就是一些有能力的人 可以成為真正去打的人 小兵基本上的作用就是 被大將的攻擊去吹飛 很奇怪的 通常這些動畫的故事 就是以大將的角度去出發 這套動畫就不是 給一些新鮮感 就是由小兵的角度出發 因為頭兩集說到 大將因為某些事情 就負傷 所以為了他們 保衛自己的地區的時候 小兵就出發去找一些 叫做紅心的石頭 所以稱為委託 因為以前的大將就做了很多位置 回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接觸 即是身為一個代理人的角色 去其他的地方 那是挺有趣的 那時候所發展 就是去到大概四個地方 各地分了四段不同的故事 是的 最主要 其實我最初看完頭兩集 就想著他們終於出發了 究竟這是一個什麼故事呢 小兵如何找到這個 變成英雄的紅心寶石 變成大將的故事 七龍珠 想著其實是這一類的故事 即是成長 奮鬥的故事 誰知出乎我意料之外 看完之後 原來四月主角群其實是沒有什麼表現的 小兵永遠都是小兵 你絕對不會做到大將 究竟這部動畫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小兵既然都是小兵的時候 這部動畫很特別就是 他借助小兵的角度 去其他地方 看其他地方的大將發生什麼故事 以這個角度 即是小兵 不懂得打的 即是有很多情況 即是有很多情況 他們不用打架 而有日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即是譬如說 第一個故事 即是第一個離開的地方 去到那個故事 去挑戰 挑戰 即是那個地區的大將 很簡單 小兵和大將是怎樣打呢 然後就被大將一招就吹飛了 是完全不夠大 現在四個反將厲害 算了 想著就是 小兵可以做到什麼 去對付對方那麼厲害的大將 想著是有些戰鬥動畫的套路 誰知一下被人吹飛 究竟你還想說什麼故事 就是帶出背後的故事 即是實際打的是 那邊的大將是自己打的 但小兵會在大將打架 然後他們會做其他事情 我發覺這套動畫 是比較像小說 奇諾之旅那種故事 即是你去到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發生什麼事 就用主角的眼睛去看 但這套會更加徹底的 因為奇諾之旅那邊 就是說 用奇諾牽涉一些事情裡面 很多時候奇諾會作為一個帶動故事的角色 去帶動整個故事的流向 但是這套動畫 對Voling Girl來說 真的是小兵 只不過他沒有去 涉入故事裡面 即是他的出現 不會令故事有什麼變化 純粹是一個 好像旁觀者的角度 或者是送箭 去描述這件事情 去引導多邊的主角 即是大將 他們自身反昔 可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即是本身很多問題 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可能是他們 本來地區的問題 即是你來到這裡 隔力量屈服 我打動你 你要聽話 這些是平時動畫的套路 這個就是有些新鮮感 這套路我們不會隔離這件事 你自家人自己解決了 即是發覺以前是誤會 那誤會解釋後 你回合就能解決 譬如說有幾篇 我比較深刻一點的 譬如說有一篇 他就說去到一個地方 他就說那個地方 就有兩個的大將 大將下面就有各自的集團 一個就是現代風的搖滾 一個就是古典風的藝技那邊 兩個集團 東京 是的 看起來本來就是兩樣音樂風氣完全不合 又不同年代 擺在同一個城鎮的時候 似乎好像是勢不兩立 其實說到雙方的主角 就是一條尾沙和窦千代 分別代表這兩個派系 雖然他們年幼的時候都是朋友 但是因為背景不同 各自分道揚鑣 自此就好像沒有聯絡 好像不再是朋友 但是我覺得結局挺出色的 就是他們用了很多動畫 很多時候會用的套路 就是開場演唱會 演唱會本來就是搖滾樂 但是他們加入了一些藝技的特色 即是三味線這種樂器 進去 我聽這首歌又可以 其實他們暗語的就是 其實這兩種背景不同 其實都可以共存 即使你不懂得聽過 不要緊 畫面夠正 清水地被炮台 不斷開口 畫面夠出色 我不懂得聽歌 只是畫面OK 這個設計很OK 因為他的故事設定到的背景 就是你其實是放了很多科幻的東西 都不覺得可以 他講明石頭是無敵的 對 當然後面就破了這個鏡 後面再說 譬如說有另一條主線 就是一個工匠 父親是一個工匠 他女兒很崇拜父親 他也想成為他的工匠 那女兒就想出去學藝 除了他父親流傳下來的技術 他也想學其他東西 但是他父親就反對 就是想學 你才學會做 公兵如虎 你只是計成我衣撥就夠了 因為他小時候 其實女兒很年少的時候 就跟他說 我將來都好像 我想好像爸爸那樣 製作和爸爸一樣 這麼成功的工藝品出來 因為他製作的工藝品 就是這個地區的代表 即是一條魚 即是後來大的派 他說 我超不到我爸爸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他的學藝 純粹就是因為 他想他爸爸稱讚他 就是拿認同感的東西 這東西是很多動畫套路 都有用到的 這裡都用得到的 最後結局也是 有個危機出現了 那他的女兒都和父親合力 去打造他的地區 那個工藝品出來 甚至乎超越了他父親的作品 就是他父親和女兒一起 合力做出來的作品 那我覺得這些故事 其實來說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那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覺得是 留給觀眾自己 去細味這個作品 有馬來講 會不會說 對什麼故事 會有些印象 我發現是 最後一個部分 即是主線的部分 其實主線是教育的 你見到京都那部分 其實是介到 那邊 首特統統的角色 他們以前是一個 working 歌手 就是 他主線 他會帶著 但每一部分 他會帶著主線 最後一部分 會帶著主線 或者帶著外太空 因為他其實實際上 有一條很小的主線 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他都渗少少 關於主線的情報 最後就用主線 收了結尾 我覺得都算完得不錯 因為他一開始 說明這個世界 有兩部機閃打完 對 原來回到機閃 當然是 解散機閃這個結射 哪裡來的 原來是 完全召喚了 沒有不 因為世界上 其實很多奇怪怪的東西 你不出去看過 你怎麼知道 究竟世界上有些什麼 對吧 有一句 我覺得挺深刻 就是 主角四人 裡面 有一個 外星人 千玲 千玲其實說了一句 因為 我們也有介紹過 這個 我們 第一集 女主角 很崇拜 抹茶捐 這個兵狂角色 他經常都想 以小兵的心態 如果我做到 好像他那麼成功 就好了 一路都想 在這個旅程 成為自己 好像他的朋友 做到好像 英雄的一份子 但結果 去到最後 其實他都做不到 他都是小兵 始終都是小兵 但是千玲 說了一句 就是說 你永遠都是 我的抹茶權 這個我覺得 是很感動的 就是 英雄的定義 不是說 你力量上面 強 就是一個英雄 或者是 你對一個人 他心目中的地位 你覺得 他很重要 對你的生命影響很大 其實已經是 一個 英雄的地位 這件事 我覺得 有個首尾呼應 就是說 其實 他講到 後面報復 其實那些 黑心形的寶石 其實都不是 成為 英雄的特殊能力 即使那些 英雄 沒有了這個 心形的寶石 其實他都照樣可以 發揮他的能力 二致問題 就是 你見過 綠茶君和那個女王 我沒有寶石 怎樣 我寶石 我是普通人 他以為他們是普通人 他還可以做出能力 對 寶石其實 完全沒有關係 沒解 你發動之後 之後你會靠你 二致發動 其實就不需要 這個心形寶石 其實可以暗示 你成為了 一個英雄的時候 即使你沒有了你原本 即是成為了英雄 可能在其他人的心目中 你還是會是一個英雄 我覺得這套動畫 值得看的地方 還有 當然 回應我最初說的 就是 這套動畫 我覺得音樂很棒 因為他的音樂原本 是一隊男子的樂隊 所以他重新編曲 重新編曲 找聲優唱歌 他會有 散發出另一種風味 我推薦大家 如果喜歡音樂的話 可以去看一看這套動畫 你不介意這套 這套就是 那些女生丘馬哥的東西 都不算 你不得知 對 這樣吧 好 我們到下一套